花莲县水产培育所是县内鱼苗生产及生态保护的重要基地 培育许多高经济淡水鱼种 同时设有教学展示馆 呈设多种鱼类的文献 供民众了解造湖生态 花莲县政府配合食农食育教育政策 水培所今年也规划许多体验课程 强化民众生态保育的观念 水培所转型为多功能鱼业园区后 业务包含了辅导养殖鱼业 推广淡水鱼苗 河川生态保育 生态调查 辅导社区互习工作 以及鱼类生态教育推广 同时设置了生态展示馆 户外教学区 以及湖沼生态区等等 透过专员导览解说 让民众理解水培所工作内容 办理的这个食育的教育里面 除了食育教育之外 我们下午的课程也办这个鱼菜共振 这是食弄的部分 那先就这个食鱼的一个教育的部分 我们请来了这个 波顺的学校的小学生 以及他们的家长 在这个亲子的一个体验里面 到我们水淡培育所来 共度这个食鱼的教育 那我们也特别请这个 海大的防治养师 来对这个食鱼教育的一个课程也好 活动来进行 那现场也特别的重视 也特别清明了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 那也跟这些爸爸妈妈们 以及这个小学生们的晚餐一块 那同时也让他们知道说 今天吃的鱼 它的背后的文化跟故事 是什么那么的精彩 除了精彩之外 他们在这个料理里面也品尝到这个鱼的一个美味的地方 那我想在今年里面 我们还陆陆续续会办理这个食鱼的教育 水培所主要任务以及目标有淡水鱼苗生产配售及振语 原生鱼类保种及富裕 生态教学解说导览服务 水产养殖技术辅导 经济鱼种研发等等 同时长期提供县内学校校外教学场域 进行导览解说 体验原生鱼种保种及富裕 让学生认知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意义 落实生态富裕观念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